清潔項目 我叫韓銘杰 我已經在莊繩做了二十多三十年 我負責管理車隊 因應我們現在清潔項目多了 我們現在車輛數目已經超過三百多部 為何我們這麼順利Benz使用人夫呢 因為它都是我們長期合作的夥伴 有些新科技 令司機或者道路使用者 都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和比較順利 其實我們對車的要求 最重要是不要那麼容易壞 找零件很容易找的 我們都參觀了它的廠房 即是維修廠 它都很乾淨的 而且設備都很齊全 因應它介紹過 零件方面都很充足 它都會在外國那邊 訂定點回來香港 預備我們 如果有什麼 頭暈申請 都會即時幫我們解決 至於安全方面 譬如說坐一部新車 其實這麼多掣 怎麼用呢 例如舊式司機 更加都不知道怎麼操作 但如果它多了什麼培訓 或者如果我們在途中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即時問一些售貨員 或者技術員 那幫助都很大 對於環境安全 或者員工的安全 道路使用者安全 就不用說了 一定要 這個是首要的 最重要的是 起碼駕駛得舒適 員工方面 起碼都要有心思做 又多樣保障 至於為什麼選擇了這批自動歌 因為它在油耗方面 亦都計算出來 是低了起碼三分一以上 至於我們的業務 因為很廣 這批自動車 亦都行很多長途 當然要省有一點 以易運成本來說 車種方面 亦都有包羅萬有 例如水車 用來清洗街道 夾車 用來做大型垃圾 燈車 因為它有斬燈 和箭嘴 可以幫助到道路使用者 或者車輛 不會那麼容易 拆過來 或者本身自己 亦都安全 壓縮車 還有壓縮車 用來運用家居垃圾 普通垃圾 其實我們這麼多車 很多時都要上下 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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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都幾十次 如果以前來說 要上上下下下 要爬上去 很辛苦 上得多 都肯定對職安健 或者路損 但是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這隻一開門 它已經降低了地台 基本上它好像爛樓梯一樣 爛一級 已經上去了 起碼減少了工人的辛苦 看位方面 譬如有些人在前面走過 已經看得很清楚 不會那麼容易 好像以前 有些A處位阻礙著 或者B處位看不到 很多人 而且譬如 燈米的小朋友走過 我看得很清楚 它還有 有兩個安全設備 挺好的 一個叫做自動煞車 輔助 譬如前面有障礙物 它會有警示 甚至乎 如果你沒有反應 它會幫你煞整部車 如果有什麼意外發生 起碼也不要那麼大事 第二樣 過線 它有警示 什麼警示 例如司機很喜歡過線 就不打燈 咳線又不打燈 轉彎也不打燈 但不是 它起碼教育到司機 是不是也要打燈 過線也要打燈 至碼又有安全 其實我駕駛了 相用車都駕駛了七年 這款車的視野很廣闊 跟以前的日本車不同 盲點少了很多 這個油壓自動波 我現在鬆了手臂 它是自己流合遲的 好像駕駛自動波斯加車一樣 起步快很多 還有 這輛Benz的軚 是好很多 都輕輕的 又輕鬆的 如果我在市區有些窄位的話 多幾手軚 我就沒有扭得那麼辛苦 舒服很多 再加上他們也很體貼 做了很多功能 都是就我們工人做事的時候 可能上落級方便 還有又避震好 沒有那麼震 等等各樣 我覺得公司都很好 給了這麼好的設備給我們 我們做事又舒服又安全 大家合作又愉快 從1979年成立 到現在就差不多有四十幾年的歷史了 剛開始的時候 人數不多 老闆他們都要親力親為幫忙做了 也都隨著香港的經濟 香港的發展 我們都一路一路同步 莊臣也都跟他們同步 跟著我們現在都過萬人 以為員工來說 莊臣也都參加很多大型基建的清潔項目 紅館 大會堂 機場 地士尼也可能有一些 港珠澳外面的地方 我們都有清潔或者外盤 公司由1979年到現在 立了這麼多年 都有賴一些伙計的努力 前線員工的辛勞 供應商的配合 一直發展到現在 都很感謝 至於我們在去年 2019年也都在聯交所那裡 成功掛牌上市 公司都開創了新一頁 我希望繼續努力 維持民大眾服務